歡迎收看WC Watson's Classes Watson AKM 華森 今天大家要怎麼找到自己的風格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我從國中開始接觸服裝 花大概八九年才好不容易找到的屬於我獨一無二的風格 那作為一個過來人 希望可以藉由我小小的個人經驗幫助大家 讓大家在最短的時間內花最少的錢 只要自我風格 咱們就看下去吧 所以到底要怎麼找到自己的風格 像是對很多剛入門嘗試穿搭的人來說 是個跟大魔王一樣的問題 就是某些已經接觸服裝一陣子的人 可能也都會明確找到屬於自己的風格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會風格的看法 以及如何找到自己的風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 可能是在風格養成期的時候 照著某個model或icon穿 然後迷你的長相身材也不差 但穿出來的感覺卻差很多 為什麼會這樣 那是因為我們搞錯的方向 也許會有人要你多看、多吃、多穿 對沒錯那是一個方法 但那是一個比較沒有效率的方法 我就是用了這個方法 所以花了八、九年辭導自己的風格 我們都會繼續向外追尋 但其真正的關鍵是 向內自我探索 那回到剛剛的例子 為什麼你穿出來的感覺跟model差很多 那是因為你的氣、你的靈魂 沒有和服裝產生連結 也沒有把你的特質帶給它 所以找到風格的關鍵就是 找到自己 你必須先找到自己 才能和服裝有所共鳴 找到所謂風格可言 我常說服裝是文化的載體 它反映了當代思想、價值觀、生活方式 社會現象等等 而這當中一定有人和我們產生連結的東西 可能是我們的思想 可能是我們的成長背景 所以我們必須問自己 我是誰 我喜歡什麼 我個性如何 我成長背景 我生活方式等等 在充分地了解自己以後 你就能從中發現自己跟服裝之間的連結 讓自己的氣由內而外散發出來 並讓服裝契合 形成了風格 聽起來很抽象 沒關係,我要舉個例子 假設你喜歡登山或露營 那你就很輕鬆駕馭 如果你喜歡籃球 你也能完美全世界運動街頭 那如果你今天就是不喜歡往外跑 喜歡宅宅家看動漫 那也沒關係 你可以選擇當美少女戰士 或是化身成舞台遊戲 都不是問題 那如果你不想那麼直觀 想在思想層面 有比較隱晦的方式表達自己 也可以 因為你覺得沒有人是完美的 但是可以從不完美中發現美 那Aden Error就很適合你 又或是你覺得一個人的言行 有沒有符合世俗規範並不重要 最好的是有一個善良心 那外公Maria 絕對能引擎的共鳴 透過上述的例子 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出一個人喜好 生活方式與態度 因為他們擁有自己 所以他們可以找到 適合的服裝的想法 像這樣的自己 你這時候可能也會問 完蛋了 雖然我知道自己是誰 他們就是沒錢買這種優離內品 把自賣其夜山路變貪囊 那我就沒有風格可言了嗎 永怕只要你清楚知道自己是誰 那就擁有風格 你一定看過一種人 他們全身掏保護眼奶爸爸媽媽舊衣服 甚至以DIY改造 雖然成本很低 但還是有味道 因為他們擁有自己 那反過來說 你一定看過那種 全身名牌精品 但卻毫無風格可言的人 你都沒有自己 只是任由虛勢擺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線上的遊戲 裡面有種人叫台幣戰士 這種人往往有著超神的裝備 就常常被平平裝玩家電 然後他們就會花更多的錢 買更多更條的裝備 然後繼續被電 就這樣無限循環下去 那麼總是向外追尋 而不是向內自我充實 如果你有在觀察街頭的話 就會發現 幾年前很紅的和服 很虛赫 但M01幾乎沒什麼人在穿了 反而到處都能看到 穿背心和老爹鞋 我不是在做這些單品好或不好 而是以後這些人 究竟有沒有思考有沒有自己 當他們說喜歡這些單品時 是真的喜歡 還是喜歡走在趨勢上的虛榮感 他們只有走在趨勢前段 讓自己變得跟別人不一樣 但最後每個人都變得一樣 他們不斷向前跑 不斷消費 不斷想讓自己特別 卻不知道我有停下腳步向內探索 才能找到自己讓自己真的特別 那倒來傷害缺自己的荷包 地球環境和服裝文化 其實剛剛講的他們 也包括以前的我 國高中時期 我真的是個潮流屁孩 只是很重要的想透過服裝證明 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那你知道很後來才發現 只有找到自己的時候 你才能真正透過服裝證明是特別的 而這樣的證明是很輕鬆不費力 由內而外 甚至不需要任何言語的 而這就是我所認知的風格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別再想要不要回答底下留言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加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